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24日收盘收29.616元,扁8.8分,会价连三扁并创三个半月新低。 中央设档案照片,中央设台北24日点,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今天收盘收29元,扁8.8分,会价连三扁并创三个半月新低,成交金额10.4亿美元。 台股今天不抵卖压,指数开低走低中场跌于百点,跌破年限收在10579.5点。 新台币对美元经开盘就扁破29.6元,一度触及29.639元,重点。 鱼一角,尾盘扁幅收敛,中场以29.616元作收,扁8.8分。 新台币对美元今天开盘价为29.610元,最高29.58元,最低29.639元。 107万0424新台币贬至三个半月低美元强升亚币静默中央设计者邱伯胜台北24日点美元走强,加上外资续卖超台股,今天股会揭皮。 新台币以29.616元对1美元作收,贬值8.8分,汇价连三点并创三个半月新低,台北与原泰外汇经纪公司总成交量扩增至15.42亿美元。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逼近3%,带动美元走强,今天亚币普遍走贬,且外资持。 去买超台股并汇出,台股中厂重挫于百点,不仅回吐今年涨幅,也一举跌破年限。 外汇交易员指出,今天不仅外商银大买美元,受险业者与进口商也纷纷加入强美元行列,种种利空因素,压抑新台币走势,盘中一度重点于一角,但出口商看到新台币。 扁破29.6元后,高会卖鸭也出笼,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卖在这么好的价位,今天大举抛售美元,支撑新台币会价走势,中厂新台币扁不收敛,扁值8.8分。 央行资料显示,截至下午40台北会时收盘为止,日元兑美元扁0.89%,最凶,澳币扁0.73其次,韩元也扁0.72%,欧元扁0.55%。 新台币今天扁幅0.3%相对稳定。不过,外汇交易员说,当中也包含了央行进场足扁因素。 外汇交易员说,近期国际股市震荡剧烈,市场杂音纷扰,一天的涨跌幅常常都是1%以上,这在去年很少看到,多头走势肆已宣。 到中指,加上美债值利率攀升,严重排挤市场资金,如果美债值利率到3%,与股市值利率差不多,投资人宁可将钱转向美债。 外汇交易员认为,若美债值利率突破3%,对美元来说势力多,但对全球股市而言势力空,而外资在台股三天卖超以,超过新台币400亿元,潜在的美元买盘还有很多。 因此新台币未来走贬几率高,但硬不至于马上贬破30元大关。 新台币对美元今天开盘价为29.610元,最高29.580元,最低29.639元,尾盘收29.616元,贬值8.8分。 编辑,杨梅宁1070424。